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散会 敲下意识锤 基隆市议长佟资委宣布临时会散会 市长谢果良走上前握手 也跟议员们一个个致议 接着赶往下一个市政行程 用实际行动对抗来势汹汹 已经通过第一阶段的罢免活动 第一阶段连续达标之后 拆良的行动发文 指出发动罢免不止因为东岸商场的争议 还有谢果良的城市规划 办活动没有深思熟虑 城楼过的电动机车 疫情补助金 基隆捷运也都跳票 还会带风向 指控反对他的市民都是侧义 顽固民意 我们会卖力的 努力的 做好我们的市政工作 电动机车的一个新的方案 明天就要宣布了 所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都会努力的 卖力的 诚恳的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因为报名台底有一个指控说 就是您认为想罢免的都是侧义 会觉得想罢免的 您就说回答两题 今天我们还有重要媒体朋友攻击的家人 谢谢 面对罢免狂潮 谢果良态度放软 但拆良行动指控市府查水表 更质疑被网军攻击 说他们被民进党操控 是WeCare高雄2.0 甚至口述二言 骂他们是吃饱太咸的败类 李先生戴景安还被上司关切 他那边的里长就有接到关于市政府打来的电话 那就是说里长来关切说 是否有戴景安这个人 公司的高层都知道了 然后下来关切这些人 那当然他们公司是希望低调 所有相关单位 请尊重公民行动自主性 我们全国都在关注的时候 你们越做 其实只会让你们自己越难看而已 绿营呼吁有心人士尊重民主机制不要干预 拆良行动则指出 第二阶段会上街宣讲发传单 罢免从网络走向实体 正反双方一场激赞在所难免 明星闻 陈重瀚 基隆报道